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者 所属组 其他人这样三个身份 每个身份都拥有读 写 执行三个权限 对吧 而且我们还讲了这个系统的部分权限 用MAS权限 那这些权限呢 我们就不再复习 如果大家有疑问 可以看其他之前的这个视频和之前的这个书 那我们今天呢 来介绍权限之中的剩余的一些权限内容 这里面主要指的是ACR权限 还有我们下面要讲的文件的特殊权限 这里只要指的是SUIT SBIT SJIT等这样的一些特殊权限 还讲了这个CHATTR 这样的文件系统属性权限 最后我们会讲速度权限 那今天呢 我们先来看HR权限 HR权限 HR权限呢 我们分四个小节 今天来学习简介和开启方式 那什么是HR权限 我们先来看 我们假设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准备了一个目录 叫做Project 项目目录 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我需要给我们的学员来 用这个目录来进行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我和学员都要对这个目录 拥有权限 那我们说 应该拥有什么权限呢 那我们说了 对目录来讲 我是那个目录的所属组 我建一个目录 那应该是 我是目录的所有者 你呢 应该是加到所属组里 那这两个呢 我拿入图权限 我们班级里的所有的学员 都加到这个组 台词的古鲁子 那给他们给权限 给什么呢 注意 不能给7 5 原因 对于目录来讲 5权限代表读和执行 没有写权限的话 没有写权限的话 代表这个用户不能上传 不能新建 那不符合我们教学目的 那也就说 我的所有者 也就是我和班级里的test group里面的成员 都要对这个目录拥有读写执行7的权限 那这个目录呢 不应该允许其他班级的学员可以看到 所以其他人的权限应该给0 那也就说 最终权限 我会分配的是770给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为了教学 对 那这个时候啊 发生了一点特殊情况 我们来了一个视听学员 那视听学员呢 他必须要能记录这个目录 但是呢 他又没有什么 他又不是有经过这种系统培训的 他的专业知识又不太好 有可能呢 他如果给他去给写权限 他有可能会把我整个目录做破坏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应该只给他给读和执行这样的权限 现在的问题是 我怎么分配这个视听学员的这个身份 他 妹子觉得呢 放在所属组 放到所属组里 是吗 那如果把他加入了这个所属组 那他就会跟TESGrople 拥有相同的权限 那也就说 你相当于给他给了写权限 这是不行的 新建一刀组 那我如果给他新建一个组 比如说 传门新建一个视听组 把这个视听组 作为这个文件家的 这个拥护组 或者说所属组 可不可以 可以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说 任何一个文件 他只能有一个所属组 要不然是TESGrople 要不然是视听组 你只能二选一 那你如果选视听组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相当于优优 班级里所有的学员都赶出去 只把这个视听学员请进来 我一个人给他上课 那用做这个所属组的方式 是做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 放在其他人里 那我能不能把其他人的权限 改成五呢 也就是说 不给他给七七零 而给七七五 那这样的话 视听的学员 确实对这个目中 拥有了独和之心 能进来了 但是不光 他能进来了 我们其他班级的学员 其他学校的学员 其他城市的学员 都可以进来 那这样的话 肯定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把我 把他跟我 放在一起 哎 那能不能给他 把他改成这个文件的 所有者 对 或者说属主 然后把权限改成五七零 这样一个别扭的权限 对 哎 我们光说啊 讲权限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很少出现这个所有者的权限 低于所属组 所属组的权限低于其他人 所以一看这个权限 就觉得很便宜 对 那这个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 等于 整个班级上课的人 把我请出去 让视听的学员 来给我们整个班级上课 那这样的话 肯定也是 也不行 不肯定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种默认情况下 所有者 加所属组 和其他人 这三个身份 如果碰到一些 较为复杂的情况 它可能就不够用了 对 然后比如说 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这样 三个身份 可能就不够用了 那 A3权限 就是专门用作解决 我们的身份不足的问题 我们说 身份只有所有者 所有属组 和其他人 那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 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那 它的身份可能就不够用 三个身份 对 那A3权限 就是用来解决身份不足的 那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对 它跟我们的Windows 就比较类似了 跟Windows接见了 我们来看看Windows Windows当中 另一找一个文件 属性 它支持安全 那这个时候呢 Windows是图形的 但是呢 它的思路是呢 它忽略了 这个所用户的 所有者和所属组的 这个相关的 这种用户身份 而是 我想要让某一个用户 对这个文件 拥有权限 我只要点开编辑 点开签加 点开高级 点开查找 它会把所有的 Windows当中 已经添加好的 用户和用户 都放在这里 如果你需要 比如说 我想让这个 我找找我的这个用户 教学这个用户 对这个文件 这个拥有相对的权限 你只要找到这个用户 点确定 点确定 然后呢 给它分配权限 就可以了 它不再需要考虑 这个用户 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还是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还是这个文件的其他人 就是我不用考虑 我的那个 已经存在的那三个权限 就我自己 找着这个用户 加权限 对 这样的话 我们说 理解起来 就更加容易理解 我们可以忽略 所有者 所属组和其他人身份 只把这个用户拿出来 给它给权限就好 不再去管它的身份 这就是A3权限 这样更简单 其实它的思路 跟Windows分配权限的思路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Windows是用图形界面 来分配 我们是要用命令 但是思路是一样的 不再考虑身份 用户 或者用户组拿过来 直接给它给权限就可以了 那 这就是A3权限 这就是A3权限的作用 好 A3权限 那 要想利用A3权限 对 我还得要让我的分区 可以支持A3权限 分区 这个是跟分区有关 大家小心啊 对 我们前面讲的读写执行权限 是用户操作文件的权限 对 那A3权限本身也是用户操作文件的权限 但是 是否可以支持A3权限 它不是说文件支持 也不是用户支持 而是这个文件所在的分区 是否支持A3权限 那也就是说 A3权限本身虽然是用户 是否对这个文件 有没有权限能够读写执行 但是是需要 这它所在文件所在的这个分区 支持才可以来分配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分区是否支持我们的A3权限 查看定例 使用的是DOMPDOMP2FF 这个命令 我们在讲文件系统的时候会详细讲 现在我们不管 我们只要执行它 后面跟指定的分区 就可以来查看这个分区的这项预件 是否支持 我们试一下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先看一下我们当前系统有哪一些分区 DF命令 是用来查看分区使用状况 或者说占用空间容量 但是它可以看到我们有根分区 布的分区 HOME分区和光盘 还有一个假的FHM分区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根分区 实际上在我们这里识别到了分区号 是DV下的SDA5 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DOMP2FS-H 后面加DV下的SDA5 用它来查询 它是用来查询分区的这个分区表的详细信息的 那这里就会看到 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是这样的信息 这些具体的内容 我们再去到文件系统章节再来讲 这里呢我们只看这一件事 啥事 Default Mount Opension 默认挂载选项 我们的根分区 默认挂载选项当中 支持SR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当前的临时当中 我们的 所有的分区 默认其实挂载的时候 都已经支持了SR 所以 我们其实不用手工去管理它 其实像这样查一下 其实一般也不需要 因为它默认都有了 我们只是为了保险期间 或者说是为了教学为目的 我们要让大家看一下 要让你知道 得让分区知道 这个分区支持才可以 那我们现在看 默认都是支持 那万一分区不支持 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来开启它吗 那当然是可以的 开启命令是这样的 有两个命令 一种是用临时的开启命令 那也就说 是用Mount命令 后面加 Mount挂载命令 挂载命令 挂载我们前面用它 挂载光环 挂载优环 都是它 那除了挂载命令 还可以加-O选项 刚-O的话 是支持我们的特殊挂载选项的 后面的这个remount 指的是 把根分区重新挂一下 重新挂载 根分区的同时 加入A3选项 那就说说白了就是让根分区支持A3选项 那这条命令是用命令来挂载 那它是临时生效 那一旦重启系统 这个A3就没有了 那要想让它永久生效呢 就要修改一个叫做B7C下的FSTB的文件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 VM B7C FSTB 这个文件呢 是系统的开机自动挂载的文件 我们的根分区 Boot分区 Home分区 交换分区 还有一些假的人事分区 还有我们的内存都会在这里 怎么没有看到我的光盘呢 光区好像没有写 是吧 原因呢 很简单 如果你要把光区写入这个文件 光盘每次在开机的时候 都会自动挂载 但是你能保证 我们每次启动系统的时候 光盘里面都有光区吗 光区里面都有光盘吗 不能 那这个时候 如果光区里面没有光盘 你又把光区的自动挂载写入了这里 就会导致它重启的时候 系统会崩溃 系统会起不来 当然这种崩溃是可以修复 我们在启动管理章节来讲如何修复 这里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用来自动挂载 开机 我们所有的分区都会自动挂载 这里 我们说 这块写的是分区自动挂载时候的 它的选项是默认 其实我们说了 Linux现在所有的分区默认都是 已经支持一下了 也就是说这里只要写默认 就可以支持一下了 但是万一你的默认选项 不支持一下 那也就是说 默认选项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对啊 那万一你的默认选项不支持 SR选项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干嘛 到这里给他 Default后面加 逗号 SR 那还要小心啊 这个文件是系统开机的时候会自动检测的挂载文件 挂载文件 如果写错了 不管你是多写了个逗号 或者把逗号给我写成分号 或者把单词给我写错 都会导致你系统开机的时候 根分区不能挂载 它不能识别 你的系统就不能滚 所以改这个文件的时候 要一定小心 那超哥这里为了保险期间不保存存储存了 因为我们的默认其实都已经不挂载了 默认都已经不挂载了 那这就是开启方式 两种 第一种是用Mondinit是不挂载 这种方法是临时的 另外一种是修改这个自动挂载的配置文件 加入逗号SR 然后重新挂载一遍系统 或者重启一遍系统 就可以保证 那本章我们讲了 SR权限是干嘛 其实我们说SR权限就是用来解决所有者 所属组 其他人 三个身份不足的情况 那我们还讲了SR权限的开启方法 其实这个开启方法 大家了解就好 因为我们说了 现在Linus 所有的分区 一般情况下 全都默认已经开启了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后面讲的这个设定认定 直接分配就可以了 这里只要查看或者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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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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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